《阅读单元5》描写顺序 目的在于协助家长 培训子女掌握篇章的描写顺序的手法 来到去阅读文章 藉此提高子女的阅读理解能力 当我们读到描写片段的时候 一般学最感到困难的就是 他们不明白不掌握作者的 描写人或物的次序 以描写人为例 很多时候同学一边读文章时 就混淆了作者是写眼睛 或是写嘴巴 或是写鼻 写耳 先后次序就混淆了 一旦混淆了描写的顺序 他阅读起文章上来就是份外困难 在本单元里面 我们二十篇文章 都混用了描写信序这种手法来去编写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参考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 《财神公仔》 开头的时候作者是这样说的 《财神公仔》穿上一身红色衣服 戴着一顶红色帽子 《财神公仔》一手拿着金元宝 一手拿着财元滚滚的徽春 十分可爱的 他说这个《财神公仔》最引人注意的地方 就是脸部 即是我们的面部 他说这个面部 他们就会张开口笑 一笑的时候 就会露出了一排排白的牙齿 在他笑的时候 他的鼻子就份外可爱 由于他笑 在拳骨的份外凸起 而在鼻子的两旁的胡桑 随着这个拳骨而凸起 但是这些胡桑又会顺着面旁 垂下来 《财神公仔》的眼睛 就笑成一条直线 令人觉得这个公仔是份外可爱 短短一篇的描写片段 我们怎样去读懂 读通这篇的片段 只要我们的同学能够掌握 作者的描写的顺序 就无往而不利了 原来作者是怎样写的呢 他先写这个《财神公仔》 所穿的衣服 和戴的帽子 接着就描写这个《财神公仔》的双手 然后再写他的外形 就是那个面 写面的时候 就先写那个嘴 接着写个牙齿 然后写他的鼻和拳骨 胡桑 最后就写他的眼睛 假如我们的同学能够掌握了 这个作者所描写的顺序 来到去理解这篇文章 去复述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意 这样他是不是容易很多呢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协助子女 在一边阅读我们的本单元文章的时候 用一支笔去圈出那些最重要的描写顺序的字眼 然后告诉我们的子女 这些是很重要的线索 你只要能够掌握了描写顺序的线索 来阅读这篇文章是不困难的 同学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亦都回答了问题 假如我们发觉他已经掌握了阅读的策略 这样家长又应该要展开 这个学习的延伸和学习评估的活动 应该怎样做呢 请各位参考我们的阅读单元 总介绍这个六象带 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了